这是一起震惊全球的绑架案 由真实事件改变 那天女孩正在焦花 但她丝毫没注意到 身后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 女孩浑然不知 危险已悄然而至 男人假接问路接近女孩 然而下一秒 一把枪顶在女孩的下巴 女孩傻了 就这样 女孩被迫地上了车 男人让她躺进一个盒子里 直到关上盖子的那一刻 女孩才缓过身来 她被绑架了 随即男人开车离开 女孩紧张地透过戏风观察 看着男人转动着方向盘 接下来会去哪 又将面临什么 她一无所知 恐惧达到了极点 但理智告诉她 先冷静等待时机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再次打开盖子 她要去上个厕所 警告女孩别轻举妄动 不然手上的枪可没那么听话 女孩只能乖乖地点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逃跑机会 女孩极其紧张 她多么想立刻跳下车 跑 拼命地跑 逃离男人的魔爪 打断了女孩的逃跑幻想 男人手里似乎多了几样东西 她给女孩戴上手铐 接着又给女孩戴上消音球 同时也给女孩的双脚捆上绳子 然后再次关上盖子 车子继续行驶 女孩静静地在恐惧中等待 等男人再次打开盒子 女孩发现已经来到了一个房屋内 男人再次警告女孩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不会伤害你 还会帮你解开束缚 女孩连忙点头 刚得到解脱 就被男人带到房间内 女孩明白 自己已经洋入虎口了 为了活下去 只能假意顺从 男人问什么 女孩就回什么 在简要了解完女孩的基本信息后 男人立下了三条规矩 第一在这一切都要挺她的 第二从现在开始要叫她爸爸 第三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她请示 但凡违反的规矩 女孩就将受到严惩 这下女孩确认了 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个变态 而并非绑架勒索那么简单 男人举起的枪 在这样的绝对力量面前 女孩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随后 男人让女孩躺下 无助的女孩只能认她宰割 可怜的女孩还不知道 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是女孩被绑架的第二天 男人打算再来一轮 女孩借故说要上个洗手间 然而 男人竟也跟了上来 就这样 女孩赤裸裸地在男人面前解决完 随后又被再次带回客厅 然而这种不尊重才只是开始 果然 男人恶趣味地强迫女孩吸烟 他先是猛吸一口 然后朝着女孩吞云吐 男人感觉还不过瘾 接着拿出一盘录像带 强行让女孩陪自己一起观赏 视频里的内容 直接让女孩惊呆了 此刻他只想逃 但理智告诉他还不能 收集证据等待时机 他转头看向男人 怯生生的神情 似乎让男人有所动漏 男人竟开始主动搭话 他夸赞女孩穿上他的衣服 还别有一番风味 女孩敏锐地察觉到 机会来了 他趁机询问男人为什么是他 男人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 只要乖乖听话 他不会伤害女孩 等他在这件事情忙完 便放女孩回家 任谁也不会想到 男人把自己当过八年海军的事情 甚至从小到大的事情 都都抖了出来 不过男人还有点脑子 自始至终没有透露自己的性命 但关键的女孩都默默地记下 女孩打量起屋内 男人的宠物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被关在笼内 正如女孩一样 困在这囚龙之中 睿智的女孩借此旁敲侧击 终于知道了 男人是个空调维修员 不仅如此 还知道了男人曾在圣地亚哥居过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了 男人马上终止了话题 再次强调只要女孩听话 自己会放她回家 不然就马上杀了她 晚饭过后 女孩竟主动提出 帮男人收拾厨房 便可利用家务制便 收集到更多信息 很快 女孩就发现了 男人私人医生和牙医的电话 他迅速记下 并还在一旁的杂物堆里 发现了一张迪士尼勒园的纸张 墙上的日历标注了 男人16号有回家的打算 就在女孩还在东张西望时 这时 男人也发现了女孩的异常 接着女孩再次被拽回了房间 而男人也又一次拿出了盒子 他命令女孩躺进去 自己要去办点事 面对男人的恐吓 女孩只能继续听话照做 带上消音球 关在幽闭狭小的空间里 氧气越来越少 就在女孩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坚强的意志力支撑着女孩 不断告诉她 再忍忍逃跑活着 整整72小时 女孩已经被囚禁三天了 她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如何才能逃出男人的魔爪 这晚男人拿出一粒药片 让女孩服下 女孩绝望至极 因为这代表着男人 还不打算放过她 无奈之下 为了等待逃跑机会 女孩只好服下 接着到了睡觉时间 男人再次给女孩戴上锁烤 将其固定在床头 甚至连脚也都被束缚着 做好一切后 男人才安心入睡 见逃跑无望 女孩绝望地流下眼泪 渐渐沉睡过去 然而 上天终究还是眷顾善良的人 女孩将迎来新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 女孩率先醒来 转过头 见男人还在沉睡 他明白机会来了 难以压抑地激动 但手脚上的锁烤成了一大难题 他先是尝试用手拽 接着用牙咬 幸好在女孩灵活的牙扣下 锁扣竟真的松动了 女孩赶紧快速拨开锁扣 终于解开了 他又赶忙解开脚上的束缚 捏手捏脚地下床 穿上裤子 男人睡得也是够沉 一点都没发现 女孩战战兢兢地来到客厅 急不再时 他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使尽全力 一把降门上的木板抗下 成败在此一举 女孩紧张地呼吸越发急促 开门 跑 拼命地跑 自由静在咫尺 穿过宽阔的草坪 转弯 消失在街角 终于 女孩跑到了马路上 眼前出现一车辆 他激动地挥舞着双臂 很幸运女孩遇到了好心人 他拜托对方送自己去警局 即便是上了车 女孩还不望向车外看一眼 记下这里的样子 很快女孩就被送到了警局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坏人一定要伏法 女孩详细地讲述了 整个绑架过程里所发生的一切 自己曾遭到多次的侵犯和威胁 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后 警察也终于找到了 在十几个小时前的报案 原来 回家发现女儿不在的母亲 早就焦急地报了警 然而警方确疑 消失还未满24小时为由 拒绝了立案调查 现如今得到通知的母亲 激动不已 喜极而泣 至此女孩成功地得救 警方也根据女孩提供的线索 成功找到了男人的家 然而 却早已人去楼空 为了能更快将犯人绳之以法 警察再次询问女孩 希望提供更多线索 还有那张迪士尼纸张 可能是男人的工作地点 并根据日历判断 他今天可能去约会 明天还要继续工作 而16号原计划是要 回一次他在圣地亚哥的家 女孩的一系列表现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个年仅15岁的小女孩 竟然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些 不仅如此 他告诉警方 男人床底下有一个秘密盒子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最终在盒子里发现了 各式各样的女性贴身衣物 显然男人是个惯犯 甚至可能涉嫌多项案件 最终 警方通过追查 在一个汽车旅馆附近 发现了男人 在警察的前后夹击下 男人知道自己在几万块 最后一枪击了自己 故事就此结束 女孩在长大后 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警察 匡扶正义 解救了更多女性同胞们